入秋浪漫季节 新竹县竹北市9月14号到10月26号 将举办戏剧行李节活动 分为三部曲 有孙翠凤领居民花园粉墓登场 也有儿童剧充满奇幻和冒险的演出 还有交响乐演奏和万圣丰城市大游行 要让大小朋友沉浸在戏剧饶饮 身穿华丽戏服 脸上精致妆容与优雅身段 格彩戏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秋之竹北戏剧行律节启动 要让民众融入艺吻氛围 这次我们特别从戏剧出发 邀请到了明华园来演出 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节目 在中区的部分 我们邀请到了大开儿童剧团 来演出儿童剧 在东区我们特别搭配了万圣的游行 跟黄美交响管乐团 来演绎万圣丰城市 第一场是在9月14号 在竹北的青山红法宫 邀请我们明华园来演出 三场都非常的精彩 活动也非常的丰富 众人插下金钥匙揭开活动序幕 戏剧行律节分为三部曲 首场9月14号将在西区青山红法宫妙城班戏 由孙翠凤领军名花园粉末登场 接着在中区中轮斗轮集会所 9月28号有大开儿童剧团 演出日月特搜队 以及东区高铁前广场 10月26号城市漫步 将有万圣方城市大游行 狂美交响乐团 也将首次cosplay户外演出 传统戏剧这边呢 这一块我们一直做传承 所以呢 我们一代传一代 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家长 知道台湾的软实力是如何的在播种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主题是卡通动画大晋级 主要是要演绎 就是各个时代大家很喜欢的一些卡通动画 然后更重要是因为刚好也在这个万圣节前夕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变装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也欢迎各位大小朋友 可以一同的变装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 9月14号到10月26号 从传统戏曲儿童剧场再到管乐演奏 丰富多元的艺术表现 与全方位体验环绕主北市 要让大小朋友感受戏剧与秋意交织的美好时光 谢谢大家